这盘起,讲解是老军炼丹,2020年的财神碑,这是孙永珍,对战苗栗明之战,开局是中号,对战屏风马上行,黑方先进其阻,红方走过河居,黑方想两头蛇,红方直接把中族给打了,这个鞋是打破了常规啊,对方有吃,吃完之后呢,杀一将,红方转了个中族,但是黑方自己灵活,这儿红方先飞向再说,黑方他就采居, 红方给他压住,那么这儿黑方局8进一,那红方为什么不牵制他这个局炮呢,因为对方可以霸往局,没有用处的,红方认为我只要压住你的码,你全盘就数字啊,这儿的话他选择拐交码,黑方这个棋可以选择是局8平用,因为这条棋啊,就是针对你将来上码,我进去摁着你,你就没棋,这是一个简单明快的走法,也可以选择推炮打局,你上码可以, 我打局,你要是往内倒屏,我就出局了,你要是过来看不让出局,他就上码,所以黑方这样也可战,他选择去8平4啊,就好像这个太上老军练丹一样,啊,最后练的孙永空是火眼金睛啊,反而帮着红方大忙,红方就上去了,啊,黑方捕士之后,红方这个棋捕士,黑方你想打局,红方只管上码, 这儿对方走一个霸王局,红方就拼炮出来,黑方这招棋啊,眼看想要打死局,其实你中足都没有了,你想打这个局肯定是打不到了啊,那红方他顺手就过来吃炮, 黑方这个棋就炮分到边线去,他是引红方上码顶住啊,红方就马五行六,打着局,黑方这个局啊,就尴尬,他知个世界为,红方只管冲兵, 所以黑方虽然两个局出的快,不要被动,这儿的话,赶快拼局出来,所以华一开始就应该做到局八平六的点位,直接点局,遏制红方的马比较好, 所以现在这个棋啊,红方已经占优了,这中兵冲过河啊,黑方选择想把这个马换掉,红方呢就出局,准备杀出去,黑方想牵住,要吃这个子,这儿红方他冲兵可以看住,最终你还是要换, 然后红方兵就拱掉你啊,这儿黑方赶紧上马,想要反击,红方就冲兵要杀出去,这个棋,黑方正常就是冲掉, 虽然红方过个兵占优,但是这个棋他也只能这么下,他选择招法是进局队,看似好像队完之后可以冰小雕, 其实这个棋啊,有点一声情愿啊,那红方他不对,点局之后呢,关键你过兵啊,人家还可以小兵抓士, 一旦一破士,这三军闹事就厉害了,所以对方不敢冒这个险,他决定就落回, 这样的话红方就过个兵,那对方好不容易上马了,这里就再冲过去拱居, 到这里啊,进过两个兵啊,红方明显占优,这儿对方赶紧把居长起来, 是同的居吃兵呀嘛,欺负红方,红方先长居,黑方正常是吃, 但他暂时没敢吃啊,担心这个居气平八底线杀气啊,所以受不了, 你落实这些气炮破士啊,这边气双子杀你,所以这个居在二楼前不敢动啊, 他选择的招法是平炮过来,红方的话就退回双居强嘛,迫使对方交换, 你不换也没起走,换掉的话他也打,那黑方明显亏了,红方净夺双兵啊, 那么这儿同样的道理,他不敢杀过来,担心人家甩居啊, 所以的话他这边走的招法是用炮打过来,前来准备了有一个放中炮, 这边更积极一点,那么红方就跟他对,啊,黑方也就只好退掉了, 如果你不退的话,让他去战等内道的话,这将来啊,三军闹事,啊,受不了, 所以他就只好先换掉一个,简化局势,啊,连军进来,想去抢兵, 红方这冲兵啊,可以说是喂球猫,就不给他吃,啊, 对方掉过来之后,放中炮,那这儿分鞭啊,准备打鞭足, 中炮一放,他可以出啊,那么你将, 他其实可以进来,甩开又出,啊,这样是没有用处的, 黑方赶紧对足想求和, 红方简单一冲之后啊,他一将,那这边就上,啊, 如果落相就给他乱战的机会了,所以呢,红方也是求问,啊, 上去问题也不大,打掉之后呢,你将我还可以知识啊, 到这儿的话,你再将,他进来, 黑方就将,啊,出,他决定落势,啊, 避免中间一扣中炮就危险了, 那这儿红方呢,冲编冰,那么围成, 接交期就是不战而全之兵,啊, 我这么多人你认输算了,那黑方呢,不行,啊,再将, 那么这儿的话,将了几天之后啊, 最终这个期啊,选择的招法是补试, 红方就平居过来,准备加中炮铁门栓, 黑方又赶紧落势,啊,再调过去, 这儿先来一将,看你到底是补哪个势, 补左势铁门栓的时间补优势, 这个巨王国一调呀,太痛苦了, 黑方到这儿也是将军啊, 那红方也就近, 现在如果说炮去打掉这个兵的话, 那拱掉一次啊, 你先穿将再去看, 最终他巨炮兵也合不到呀, 所以黑方想换, 又不敢换,非常憋屈,啊, 这儿的话,他在将军是他英手, 红方一落相啊,还不出来了, 连这个队子机会都不给你了, 对方逼无奈,只好出老将解杀, 红方顺势一将, 对方如果上来一下兵就完了, 他落相的话是缓兵之际, 希望能够啊, 你下兵的时候你兵吃掉,纠缠, 红方先破个线再说啊, 他这边不着急下兵, 选择甩居, 下不齐冲鸣绞杀, 你还是顾不上吃兵啊, 对方这个期也不敢知识, 担心破事啊, 他选择平炮, 这个时候想去用炮换双兵了, 那来不及了, 红方就要杀他了, 黑方一看赶快拆动墙武器墙, 过来防守, 红方顺势推一将, 下去之后一冲兵啊, 到这儿黑方就忍输了, 因为你现在不吃, 他底线杀你啊, 你吃完之后呢, 你没拘了这也是输呀, 所以到这儿这个期, 明明认了, 这盘棋啊, 孙颖真获胜, 这盘棋讲解是, 维典打员2012年的亚锦赛, 这是草原磊对着网天一起战, 开局是先之路, 对足底炮, 飞向, 跳马, 上正马, 出局吃炮, 到这儿是一个分水岭, 对方可以出局也可以上马, 实战是出局了, 那么这是一度复杂的变化, 双方纠缠, 黑方的话就故宫炮, 红方点进来, 黑方上马, 眼看要出局, 对方他将来是怪交马, 索性就冲兵呀, 将来把这个马制住再说, 到这儿一一代劳, 黑方掌局, 红方就平炮, 想要攻击黑方的三路线, 所以他先飞个向不让, 红方出局呢, 想骗黑方, 一旦换掉的话, 拘北风, 那不行, 所以他平局就吃马, 对方的话, 正常招法就是要上马, 因为这时候呀, 黑方进足想要去上马, 围炮的时候, 他这儿有一个马三金四, 巧手, 你要赶踩将军冲凝鞠, 你不踩就只能过来, 他马上可以冲兵混水摸鱼, 如果你用鞠驰吃马, 他冰三平二, 过个冰占优了, 这儿的话, 你要么就鞠驰, 要么就足驰, 鞠驰的目的是骗对方踩掉, 进鞠驰一只炮, 先去后去再吃一个, 那对方这起就失责了, 但是他有一个踩这个中足的鞠驰, 你一踩, 他一打就可以了, 这是可以解围的, 相当于来说, 黑方就铺个空了, 那如果说用足取吃呢, 他这边也是可以选择一个踩掉, 那么你一吃之后, 他这儿还有一个回马, 将来吃鞠踩鞠可以脱身, 即便你退一步, 他也是给你吃掉, 将来有一个上马之后踩抛, 你一吃他奔卧潮去了, 所以这东西啊, 红方可战, 临场的话, 他选择的招法是送兵, 弃子攻杀, 想骗王提议, 如果吃马就上当了, 对方冲进来之后拱着马, 现在还打着僵啊, 所以这儿的话会受攻, 那么现在如果你小族重掉, 他一打马之后, 仍然打一枪脱身了, 所以你想围炮就围不到了, 黑方决定呀, 鞠过来, 吃兵, 不贪心, 这边抓着炮, 你得保了, 他抢完一个先手之后呀, 然后呢, 充足继续贯彻射炮, 红方想要通过一个冲兵上马打局, 但是速度还是有点慢, 黑方抢先就围他, 红方甩开之后呀, 黑方就打, 那么你进去, 他也是凭击炮抓死, 你过来纠缠的话, 他也是这么一招棋, 那么对方到这儿的话, 冲三兵, 什么意思呢, 就是隔断这个局, 为什么要隔断这个局呢, 因为这个棋呀, 人家要吃炮, 他得想办法把马吃掉, 交换才行, 不然的话, 鞠看着马这顶白丢呀, 他就送一个, 黑方简单用鞠吃掉, 肯定能够吃一个词, 但是的话, 这个棋呀, 对方有一个上马, 他可以先去后去, 但是最终黑方多字会占U, 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, 王天一时放长线钓大鱼, 他用足去吃, 这样的话, 对方啊, 上马, 想要打鞠的时候, 这儿他选择点鞠进去不让, 对方掌鞠意思是炮打猪打鞠, 黑方仍然是紧足, 一招起就让红方梦断自尽城, 红方不甘心想纠缠, 继续打鞠, 你充足再打鞠, 大象抽这个鞠, 手段很多, 不过黑方一平鞠啊, 就看住了, 你再想打你都不管你了, 有根啊, 所以眼看着要自己抓炮, 那么红方他决定先不合适, 他认为换了钻, 到这儿其实黑方也不再纠缠, 因为此时呀, 他以言是多足了, 这儿的话炮就贫气啊, 那么红方就小兵过来, 想欺负黑方, 黑方瞬间一打, 那红方去拔尖尔, 这里他就再吃一个兵, 多了三个足, 红方在这儿的话, 看着黑方这个多足占优, 他为什么这样走呢, 因为他要打尸乱战, 什么意思呢, 就像老将一吃呀, 平鞠吃炮吃势啊, 这个棋就可以追回狮子, 或者是可以破尸啊, 攻杀, 所以在这儿的话, 难免有所顾忌, 黑方决定用鞠吃回, 比较稳妥, 红方如果平鞠吃炮, 可以退鞠看住, 双鞠抢势, 可以抛击平鞠打鞠, 所以这棋是不怕的, 那红方临场先点鞠, 就希望平鞠过来, 打黑方一个措手不及, 按照刚才的思路, 鞠先退一步, 你吃我打你就行了, 有惊无险, 但是临场的话, 这个棋啊, 王天一选择了回马去挡, 不希望你过去, 结果人家顺势上马一灯呀, 先棋后去, 到这儿的话, 黑方不肯要打鞠, 红方顺势杀一将, 到这儿可以说追回了狮子, 那么接下来这棋啊, 掌军想要吃, 如果你杀士的话, 双方换掉, 他这儿租武精英就控制局势了, 红方因为少兵, 他不愿意, 这里跳进来, 意思是你租武精英, 我去二平四抢先手, 所以黑方先下来看住再说, 找机会再租武精英, 那么这儿的话, 红方选择找法是去退一步, 吃炮, 那现在黑方就足够进行给他换, 到这儿如果简单换的话, 将来一抓破, 他可以补试, 没有用啊, 人一过足之后, 把这个马也换掉, 你这个单军马是没有棋的, 所以到这儿以后, 他决定先退, 然后呢这个棋啊, 黑方就平炮回来, 红方的话这个棋啊, 后马接二, 到这儿黑方是跑四退一, 看住底线, 那么现在他故意骗你, 你看着好像平局吃炮, 其实他这边呢, 就补个试, 在打死局, 所以看着这个吃炮, 他不敢过来啊, 那黑方这棋啊, 马三进一, 他是要走成一个回马, 窝草马, 那黑方就给他扣住, 不然回, 对方你吃也没用, 金炮打你, 所以他选择, 拒二去三, 将来给回马创造条件, 黑方的话这个棋啊, 如果说走弹子炮, 他可能担心把编组扯了, 索性就打, 大不了就换, 黑方他这个棋啊, 你现在如果直接退的话, 他可能会用鞠过来挤住你啊, 所以你还是没骑, 他决定就马二进, 是先踩一步鞠, 到这儿希望你也顶, 他这边呢, 然后再去啊, 走一个连环马, 这儿的话, 他直接把鞠过来, 主要是困你的马, 那你要连环马的话, 他可能金炮打你了, 所以这棋很痛苦呀, 对方只好吃, 希望交换, 那换掉也是占优, 王天一他不换, 炮酒平二, 为下一步抛四斤八, 点向眼闷工做准备, 这个棋狠呀, 那么你落相这个棋啊, 也可以, 但是将来这棋啊, 推炮打马还是不利, 他选择招法是绝退了一步, 像吃足, 你一冲他鞠过来抓你, 黑方这肯定不走呀, 直接紧炮啊, 隔空点穴, 直接点炮杀对方, 对方也不敢出啊, 点死了, 他只能直视, 然后呢, 这个底炮一僵, 对方如果不是就甩炮, 坐也带闭, 上来的话想顽抗一下, 这边的话就炮四匹你, 一旦一甩鞠就麻烦了, 对方的话先落相, 意思是必要的时候可以下, 那么这儿的话, 黑方他就进足了, 因为王天这个棋比较稳, 他冲过去之后两个竹线连起来, 这一平足自然就垫进去, 所以这个棋水到渠成, 对方飞向, 这儿的话正常是往过平, 他这边走了一招啊, 这个平足抓鞠, 非常犀利, 什么意思呢, 就给对方吃, 你不吃也是等着输啊, 吃完之后他怎么走呢, 平鞠吃嘛, 这招其实意思是点江啊, 在点江重炮叫杀, 所以现在这个马就丢了, 一旦丢这个马之后, 这个勺子不敌啊, 即便你能把中足吃掉, 那也不行, 最终这期去双炮这个杀招你解不掉, 所以没有办法, 到这儿残利, 只好人出, 这盘棋啊, 王天一获胜, 这盘棋讲解是漫天过海, 2012年的亚竞赛, 这是台北高手, 刘国华对战王天一之战, 开局是骑马, 看似稳健, 黑方进足之后呀, 红方顺势加中炮, 很明显, 对方是虚晃一枪, 要猛攻了, 王天一上马, 严阵以待, 对方跳马之后, 黑方出局, 这儿的话, 正常出直局也可以, 只是这个棋啊, 刘国华自知啊, 不是王天一的敌手, 不愿意跟他纠缠, 而是选择一路横距的变化, 这样的话, 这个棋啊, 将来准备盘通马去进攻, 黑方正常也就上马, 来者不拒, 这里他笑马三严四到河口啊, 那红方就兵武金, 他故意诱敌, 让你上, 你一上兵武金过来欺负你, 所以黑方这个棋啊, 决定就补过誓, 然后再上, 那红方这时候啊, 就平局, 不让你上啊, 将来还要过河局啊, 利用你, 黑方到这儿, 他走炮八星四, 一个是平炮可以打兵, 另外一个是可以掌局, 将来侧应自己的右马, 这儿可以说两手准备啊, 红方呢, 先冲兵, 不让你这个炮过来, 你吃的话, 他可能冲中兵盘通马了, 局再过来压你, 那黑方还是按照之前的策略, 掌局啊, 所以是你吃我杀过来, 就不怕了, 那红方就趁着你局还没过来之际啊, 先点局过来, 吃马, 你冲过去没用啊, 你在吃马之后, 这儿吃马, 吃炮吃马, 所以你现在来不及, 那么黑方他飞向, 意思是你吃马, 我可以看, 红方这儿如果冲, 局杀过来没有用, 怎么办呢, 红方兵无敬意, 他这个棋就是把局挡住, 如果你吃盘通马打局, 就利用你, 那你不吃的话, 这个戏啊, 他兵啊, 隔断你之后, 兵起精英, 再用兵过来攻马, 将来你出去就看不住了, 那怎么解围呢, 黑方抢先发难了, 红方这个棋上马, 是要踩足卧槽马, 利用他, 黑方这个棋就住五进一, 他是贯彻的是让你吃掉, 足再冲过去, 还是要把局掉过来, 这边的话, 那红方就先过来, 那你要是对局的话, 那对完之后呀, 抛八进二, 再抛八平五出局啊, 红方这子足太快了, 黑方这个时候, 他先走局一平三, 这里是骗对方炮八平七, 将来可以马三进五去对局啊, 对完之后一向, 等你出局的时候, 那么他这边就可以随时补中炮了, 这儿的话, 他选择炮八进二, 将来就是要打掉足啊, 继续出局, 你要是敢冲的话, 那个马又上来了, 所以这期受不了, 到这以后呀, 黑方是平局, 他的目的是要推炮打局啊, 当然红方也不怕, 黑方这时候先打局, 那么红方想出局来不及, 他只能上马解救, 准备跳马, 这边肯定是打掉了, 吃完之后呢, 这边你虽然可以吃冰羊马, 他不要了, 他出去吃炮厉害, 所以黑方决定先上马, 踩着局, 把对方局封住, 所以对方左局出不来呀, 他就先平局过来吃炮, 黑方自然躲开, 红方双局就枪马, 这个马如果二斤四会抓双, 所以他走马一三, 踩着炮, 那现在这边不但吃炮, 还得吃冰吃马, 所以他顺势平炮, 挡住局, 可以说一招两用呀, 解除了这样一个弱点, 那黑方就上马去登局, 将来挂脚, 红方掌局之后呀, 一将, 这边就顶住, 到这正常踩掉, 一吃一杀就行了, 不过对方可以上马, 所以黑方感觉到, 不愿意交换这个炮, 他选择回马, 随时要挂脚, 红方现在炮武器挡住啊, 他胶部相连起来, 你就没齐了, 到这儿黑方决定没相吃了, 将来有一招啊, 局七平四, 双局破市, 一旦你不是炮打底事呀, 就结束了, 所以眼看黑方这个气啊, 破了个像, 好像占优了, 但其实呢, 红方根本不慌, 他这里局四平优, 抢占了这一道啊, 不让你过来, 而且他还附有一个炮, 打足, 将来再打向, 你一向底线连杀, 所以这个气厉害啊, 怎么办呢, 这时候啊, 黑方先把炮退回, 加强底线防守, 红方呢, 这个气炮, 把足打掉, 这儿的话, 黑方就杀进去了, 现在这个气看着, 还想吃马, 吃炮, 红方他也不逃, 进居呢, 就吃马, 这个马确实是没有退路啊, 红方欺负是, 一子之毛, 公子之盾, 那没办法, 只能转换了, 换掉以后, 很想掉居果的, 但是这个气啊, 你来不及, 他简单补个事也行, 或者说就炮打, 像你一向啊, 就贫气把居丑了, 这样的话, 费力抽筋, 你也受不了, 那么这儿啊, 不是先手, 正常的话, 应该是要选择回马的, 找机会的纠缠, 这儿他选择的招法是, 居气退三, 就想着啊, 我平均硬要杀对方, 但是这个气啊, 却忽略了, 红方这个炮打枪手段, 这个第一人, 都有一个特点, 就是容易被对方打门攻啊, 像这种气可能是一个盲点吧, 红仁华曾经被打门攻了, 王天现在又被打门攻, 看似向调好像也没起, 其实呢, 这个气啊, 声东几气啊, 他气泡把向引力, 主要是为了走居八星二, 这招气啊, 王天是没有想到的, 因为下部居五星寺要杀齐了, 直到这儿确实是没法解救了, 所以呢, 王天不得为输, 这盘棋, 刘国哈获胜, 这盘棋将近是神之为炮, 206年的亚洲相级锦标赛, 这是王天一对战五名一支战, 开局是骑马对进足, 回来到屏风马, 对战单体马真心, 那么红方出局, 黑方出局, 红方霸王局瞪着他, 黑方的先飞向, 他是另辟蹊径, 准备从七路线杀出, 这儿红方是从边线啊, 准备冲过去威胁马, 所以黑方不敢轻举妄动, 否则出师未接, 身险死呀, 这马就受工了, 所以黑方他先紧炮, 这儿给马找一个出路, 保持灵活, 现在要压马, 红方还不能上, 为什么呢, 他临场飞了个像, 那么现在你如果压马, 他进炮串打, 所以他打过去就是看马, 刚才说的这马不能上, 原因在于呢, 你上马他进炮串你一下, 你马二进一, 吃一个人家具品巴抓炮, 所以这样的话, 红方他不是弹子炮呀, 就容易被利用, 他抢先进炮, 意思是你出来我就出去封锁你, 黑方的话先出去, 声东击西, 红方到这儿就跟他对一下, 黑方就霸王去连击, 红方上马, 黑方这儿跟他来个交换, 意思是腾出手来抓马, 红方这一个巧手就是炮打马, 对方一打之后, 看着打马吃马, 其实可以马下进六, 你吃他马都进五, 先起后去, 虽然你说可以去评评二, 去对子去看, 但是人家先不打你炮, 人家先马踩你的炮, 将来有一个底线杀旗, 等你去捕试的话, 他想对对不想对逃开, 所以这样的话, 可以吃对方一个中足, 但临场的话, 红方他是为了保持局面的复杂性, 避免对方过于简化, 将来不太好硬, 所以就, 他看住马, 你吃炮他退回打你, 那么黑方他是走巡河炮, 红方这个旗炮先退一步, 找机会想从边线牵制他, 那黑方禁足就解决问题了, 红方想牵牵不住呀, 他只好先炮二平四打, 为什么不走炮八平四呢, 因为他吃炮先手呀, 这边的话, 你要是甩出去啊, 那可能人家拱掉之后, 马四进三就先手了, 所以的话, 黑方他平一步, 就是看着这个足不丢, 走得非常稳健, 红方他退一步, 这儿可以发生东极西啊, 吃着炮, 你要禁足, 那这个边兵就冲过去了, 到这儿黑方选择禁足, 因为这个棋啊, 他要炮, 打你的兵, 你要是敢冲马, 他小足过来对杀, 有这么一招棋啊, 现在你马一上, 那人家这个马就上来了, 所以的话, 红方就先上, 看你要不要踩, 你踩我吃你炮, 你炮一走的话, 我小兵骑马你在上, 我再堵你, 现在你的马没有点位啊, 上中间可能被抓死了, 所以黑方这棋啊, 他就不敢, 他这儿就强行去冲, 那么这样的话, 就是给马找一个出路, 那现在呢, 还是要打这个兵, 红方的话, 这个棋如果简单踩炮, 就会先手在握, 但是也不一定够赢, 马则琴8的话, 他握朝马, 这个棋很凶, 不过黑方可以退去保住, 暂时杀不进去, 红方呢选择炮丝平易, 这边的话就是打一步马, 正常的话是要牵制, 担心上马去交换, 平这个也是一样, 他仍然是要交换, 那么这个棋啊, 将来你能砍炮, 他拱掉, 你把鞠一打, 他再拱你个马, 你再打过来, 红方肯定是稍吃先手, 但是这样一棋, 他也不太好赢, 红方怎么办呢, 他选择进炮, 这儿的意思在于呢, 就是我把竹打掉, 吃对方的炮, 但是黑方这个马可以贴进来, 挡住, 你又不能换, 现在踩着鞠, 红方兵武心, 纠缠着, 黑方小嘴一冲, 准备去铺巢, 红方先补室就看住了, 现在上马也没用啊, 将来你马, 默然走开还要, 将来丢足啊, 这边要丢号的, 所以黑方他先补个室, 红方到这儿的话, 平兵, 就苦肉计给你吃一个吧, 我给你打帮你炮抓死, 黑方当然不上当, 他走足五斤, 这个棋呢, 表面看起来是炮打兵, 其实他想走聚细尖, 现在找机会过来, 憋着马腿啊, 想办法去侧应自己的三路线, 那红方这个棋啊, 就冰下去, 不让他仗局, 黑方的话就上马, 找机会呢, 可以踩炮, 那这样的话, 红方是局右肩, 抓, 黑方就打一步, 然后呢, 红方意思是把黑方马, 引到左边来啊, 他局走开, 黑方过一个, 那红方就向一个, 黑方现在面临这个退局是炮啊, 拼过来啊, 红方的话就跳马一枪啊, 他引这个马过来是干什么呢, 就是挡住对方的炮, 他自相矛盾, 把这炮抓死, 所以这个思路很神奇啊, 神之为炮啊, 那黑方到这也可以解救啊, 在临场的话他禁足了, 可能没看出来这个棋吧, 因为一平这一冲, 你一踩, 他退一把马抓死, 其实这个棋啊, 还可以解救, 他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啊, 平炮, 打箱就行了, 然后进足看马啊, 当然你要打这个, 他现在炮可以过来打马, 接他炮一次啊, 就是个换气, 那这还有复杂的纠缠, 这个就是知个事, 吃你的马, 马一退在捉你, 踩个足, 他这儿呢, 进去定着炮, 你吃一个他吃一个, 如果你退炮去打他, 进炮, 隔断你, 不是在打的话, 他这边啊, 有一个中间一僵, 正常落相的话, 把鞠退回去, 你一吃, 人家马就进入, 你将来还得补士啊, 避免双江沙, 然后呢, 这个棋啊, 他就简单打掉你, 通过这么一个转换之后啊, 很明显啊, 黑方他在围城, 占优, 所以黑方这种棋可占, 但临场很难想到这个棋啊, 然后他就进足了, 这样的话, 红方就吃一个, 黑方再进足, 红方这个马退回, 到这儿啊, 黑方是掌驹, 看住马, 接下来他把这个中足给踩了, 可以说称人之为, 你要换子你就少子, 所以黑方他不敢换, 他平炮打门弓, 先虚晃一枪, 红方落相, 黑方这时候呢, 他进足把相砍了, 就没马都进了, 红方这个棋的话, 他先向再说, 黑方就平炮, 这儿红方简单给他换掉, 黑方呢, 这个棋啊, 如果对死就等着说啊, 他不向一吃准备下几炮, 对杀一下, 红方就跳马, 这个棋走得趁人之为, 就是吃掉抽你的马, 你不吃的话叫我杀你, 黑方一看退居赶快对居吧, 试图底下门宫偷一下, 红方顺势给他扫掉, 关掉以后呢, 底下有门, 他知个事就行了, 将军的话不是, 把马吃掉以后, 现在这边有一个知识啊, 虽然说把这个马吃回了, 但是人家已经先踩你一个马, 相当于先去后去, 你之前还丢了一个炮, 所以中贵来看, 对方还是多丢一个, 现在一知识, 他还要拼炮捉死马, 这马也走江泽, 直到这儿的话, 等于连多两个子, 黑方已经无力纠缠, 不得不认输, 这盘棋啊, 网天一获胜, 这盘棋, 讲解是破右三不虎, 2018年的亚洲相机紧表赛, 这是草原内对战断裴超之战, 开局是当头炮, 对战金右马, 那红方跳马之后, 黑方要么走平风马, 要么就还原到反攻马阵型, 比较常见, 当然单体马也有, 比较少见, 平炮的话, 这个棋啊, 比单体马出现的几率还小, 这个棋一般是象棋大师, 姚洪欣喜欢这么做, 不过他擅长这个招法, 红方最初招法是履新, 上编马, 赢了许云川, 本局的话是上正马, 这样的话, 他能认, 相比较编马而言, 他马位好呀, 将来一封局很舒服, 黑方当然要走过河局, 不然他怎么舒服, 红方也不记忆对局, 他先出去盯了对方, 这很重要, 黑方的话这个棋得捕士, 这儿的意思就在于呢, 将来他平炮, 你要是敢压腿炮打你, 而红方对局就是他英手, 看你要不要对杀, 如果吃掉局再平炮, 比较稳妥一点, 因为红方出局快, 控制局势, 局面领先, 那么黑方他选择的是激烈走法, 到这儿的话, 红方就退回, 黑方想平炮, 将来进炮去穿, 红方就退, 要打局先手, 所以你想穿来不及啊, 对方飞向, 他是做了一个防守, 因为红方可能会压, 黑方可能打, 红方再点进去, 黑方推炮再打, 所以他飞向主要是用马来看着炮, 就是不让你压他, 所以看着你这个棋很弱, 这棋红方是占不到便宜的, 红方是可以从这个, 自己的七路线展开反击, 不过对方可以聚三品词点进来, 所以红方先走一个拆炮, 这个是有意思, 到这儿以后呢, 他下一步再打你, 对方就只有退了, 这样的话, 红方马在上, 他是要平炮过来, 重炮打局, 打门攻, 所以的话, 黑方提前闪开, 现在吃着马, 红方只好就先连起来再说, 黑方的禁足是要再拱一步吃马, 红方自然是飞翔, 黑方又冲, 那就想要, 他的本意是要上马, 临场没敢这么走, 为什么呢, 因为可以打局, 首先你不能够对打, 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交换, 其实换完之后呀, 他这个局把马一按呀, 所以是一瓶炮, 对方就要狮子了, 所以这个棋肯定不行, 那么这儿的话, 这个棋对方如果闪开呢, 将来这个棋呀, 红方有可能会选择一个落相, 这边继续捉你, 你还得退, 向他一摆走, 你还有打局手段, 你应该进来更不行了, 这样就牵住你了, 所以你想通过打局的方式, 欺负红方, 没有用的, 人家直接吃着你, 所以黑方反而是不利了, 那么他不敢轻举妄动, 他这边选择正常招法, 就上马, 那红方就过河区, 打击这个马, 要吃足, 一旦一吃足, 抛四平三厉害, 所以黑方正七足, 他主要就是呀, 一样换你的攻势, 红方一捉之后, 黑方是出局了, 接下来红方是落相, 到这儿的话, 他是附有一个打局手的, 那你要是平局过来继续打, 黑方他意思是对局, 红方他暂时先不对, 换掉的话, 攻势就减弱了, 他先吃一个足, 顺手牵羊, 等你再去对的时候, 他平一步, 给你对炮, 这招一起呀, 对完之后, 将来就可以平炮, 打局打马, 据点下而线, 卡类, 叫啥, 手段太多, 黑方这个炮, 主要是看马用的, 他不能轻易被突破, 所以就选择忍了, 不给你换, 红方这边打局没问题, 黑方躲开之后呀, 再打, 他在盯住, 这儿红方的平炮, 声东几西, 他很明显是要进攻, 底线门攻, 但他得先打一步马, 虚张声势一下, 让对方去看, 那么你一看, 他这里就实处有名了, 连进去, 这个打马, 看的是清军策, 其实这个鞋当你去, 在打局的时候上当了, 你不打还不行, 你一打他退一, 这个马想上上不去, 红方马再合口, 随着这儿呀, 这马就被捉死, 虽然说你金炮看住了, 边马是不丢, 但是你就一个炮看马, 他有局有炮, 这儿直接打掉, 对方你不吃还吃你, 所以换掉, 这边的话也吃, 到这儿红方应该或是, 多得真优, 那么黑方现在仍然收治, 他就先上马, 掩护中路, 也算顽强, 红方的话, 这个时候平局, 继续给他摁住, 黑方也是很无奈, 腰队, 红方顺势把中足扫了, 这棋就问你还上不上了, 黑方不敢上了, 你再上再摁住你, 再回的话, 边座又扫了, 吃光了, 所以这个棋啊, 黑方相当憋屈, 他决定去进一步, 将他把这个马回绕, 那这儿的话, 红方就冲兵, 当你这个绕回去之后呢, 他冰武精一拱你去, 就问你怎么走吧, 那你现在这个棋啊, 如果平, 就给你吃掉了, 吃完啊, 现在这个棋, 他只管扫兵就行了, 那你现在退回队也是一样, 队完就扫你兵就可以了, 所以到这儿的话, 红方又多子, 又多兵的情况下, 黑方确实没法招架, 连场他就认输了, 再来的话, 草原里获胜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